全油管最快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刻阐述。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要靠科技自立自强。 在考察苏州工业园区和呼和浩特中环产业园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并指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的战略举措。 数据显示,我国造传业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主动权,经济增长有所回升,同时货物进出口总额也有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行动为中国是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动力。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